很奇怪,没关系吧,因为我刚才剪了头发 那处女座的朋友大家好 伴随着这个在射手座的信约呢 那整个农历十一月对你们来讲 其实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能量 那他是讲什么呢 就是根据我看见塔罗牌的那个结果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农历十一月 你们应该去修补一些过去不好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可以是跟任何人 就是比如说你们的老公老婆 你们的男女朋友 你们的朋友 你们的兄弟姐妹 你们的手主 你们的同学 什么种类的人也可以 那如果我们再去看那个信箱 那其实也是很多证据 很多资料 很多怎么讲 就是很多很多的资讯也是在讲 然后其实你们真的应该 趁这一个农历十一月去跟人家搞好那个关系 那尤其是我要讲什么呢 其实不一定就是说 你们以前吵架吵得很厉害 那你们以前去绝交 不一定是这些东西 但是起码呢 就是说你跟别人 以前是有一些不信任的一个摩擦 一个状况 所以就要在这个农历十一月去修补 OK 啊还有就是说 即使不是以前的那个不信任 OK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农历十一月 就开始有一些不信任的状况 那幸好在这个农历十一月完结之前呢 其实这个不信任的状况 也可以慢慢的减少 那我现在要讲一讲那个心理想 首先呢就是水星力行已经完结了 大家也都知道 那么呢 就 OK 那么就因为它现在不是完全 就是它就是顺行啊 它就 就是什么也没 什么也已经搞好了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现在还在那个后阴影期 post shadow period OK 所以呢 它现在还有那个一点点的余波未了 还有一点点残留的能量 那对你们来讲 这个能量就是 你们要检视一些过去的关系 去review一些过去不是太好的那个关系 尤其是 尤其是就是因为你们不信任别人 OK 所以现在要去好好搞好一些过去不信任别人的一些关系 那还有呢 就是水星 水星就是你们的主星对吧 它现在在三分 那个双鱼座 你们气功里面的那个 那个海王星 那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们就是要去跟人家去和解 去和好如初 那这个就是你们先 就是接下来农历史一月的那个课题 那个你们要做的那个功课 还有呢 我已经见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忌日 其实你们是不是叫忌日 我们是叫忌日 我们香港人就是 忌就是大吉 大吉日吧 可能不是忌日 忌日 大吉大利的那个 就是式字下面说那个口 吉利对吧 忌日 那就我见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忌日呢 就是在 现在我讲细利 OK 就是在十二月 十二月十号 OK 十二月十号 就 或者是 就是那一个十二月十号 就是吉日 正正那一天 但是如果你有说 那个日子我没有空 那也可以在十二月的十一号 就是一天后 或者是两天前 就是在八号开始呢 也可以去跟人家去见见面呢 去跟你的旧朋友 这些不信任的那些人 去见见面 去和解 和好如初 那我就在这里祝福大家 就是 你的人际关系可以变得更好了